由三位书法家共同举办 透过汉字的书画艺术 开创书法新境界 林旺前 黄明胜 张维新三位老师 因为年龄相访因书法而结缘 2014年三位老师参加全日国际大赏 以优异杰出的表现获得好评 黄明胜现任新北市科应职业工会理事长 中华全球艺术文创协会发展委员 其书法传客经历三十多年的脆力磨练 秉持自出心意不见古人的理念 融合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风格 制创一种名为书画体的特殊书法 将书法和绘画浑然成一体 林旺前 现任中华全球艺术文创协会发展委员 从小与佛有缘 希望体解博陀 无人大词 同体大悲的精神 国角六年级时 受到国语老师的启发 发现汉字之美 写了一首工整的硬笔诗 高中时选读美工科 说法成为生活乐趣 有感于书画生活美学 是一切艺术生活的基础 在退休后也提笔学习书法 出身彰化的张维新 业于台湾艺术大学工艺系 现任中国书法学会咨询委员 曾在2013年荣获总统府新春开笔大会金奖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